年底充一波手机换机潮 陆系手机来势汹汹 OPPO主打AI拍照 VIVO镜头画素更是直接充到2亿 不过其实两台都是搭载联发科9400晶片 那么其中VIVO为了拼销量 甚至说有机会抽100股联发科的股票 拿起黑色金属机身 圆形边框配备哈苏镜头 陆系品牌手机OPPO 4颗镜头配备5000万画素 特别在哪里 拍玻璃反光好讨厌 按一下马上帮你修 出游完想拍下回眸一笑瞬间 只要打开这个急速抓拍功能 每秒最多可以拍7张 每30秒可以拍200张 再也不担心拍照会瞎眼 错过美照机会 拍员也是不担心 拉近再拉近 主打AI拍照功能 从新一区拍星光三月 再按一下变得更清晰 另一台Vivo则是同样端出厉害镜头 号称演唱会神机晃动也不失真 配备两翼画素 拍变色龙皮肤纹理 细节也不放过 两台比一比 同样是用联发科9400晶片 不过Vivo直接打出 只要预购就抽联发科100股股票机会 以22号股价1310元来看 100股相当于13万1000元 这高额回馈也引起一波话题 我相信消费者他会在选购 这样旗舰级的手机的时候 他应该更加重视的是 我们能够带来的硬体上的优势 软体上的优势 新机大战开打 股票也成为话题 而里头配备处理器 AI功能当然不容忽视 毕竟民众对性能需求还是很重视 撇除价格来看 够不够厉害 才是能否吸引换机的关键 因为现在消费者买手机呢 虽然不一定会去用到 但他们一定会问店家说 诶 请问这手机有没有AI 所以你可以看到 路牌第二个 AI都有放进来 未来甚至还有华为新款 MAT70首款鸿蒙系统 要在11月26号亮相 小米也将发表新款小米15 要在这年底换机潮中 用新技术吸引一波买气 东森台音新闻 网站航专长君台北小红报道 对商店鸿蒙系统 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